亲爱的八福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虽然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好不好我们不要因着这个疫情心情闷闷的 我们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用感恩赞美喜乐的心 阿们吗 如果可以的话 从你的位置站起来 你可以稍微动一动 底下我们要来拍手啊 我们要来举手来赞美他 那我相信神已经在这里 神也在你的家里面 神在你们的当中要来祝福我们 阿们吗 那他每一天给我们新的一天 为什么呢 是为了给我们新的机会 经历他的改变 经历他的恩典 经历他的慈爱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唱这一首歌的时候 无论心情如何 我们交托给主耶稣 阿们 你说今天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 你是否曾经曾经观看满天的行星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 能够爱你吃你力量更新 有一位主耶稣他能够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哦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身体 哦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身体 耶稣爱你 耶稣天地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身体 尽管看满天满天的行星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 能够爱你吃你力量更新 跟你的左右的人说 耶稣能够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身体 耶稣爱你 耶稣等你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的朋友来宣告 耶稣能够 将一切都更新 祂是更新的神 哈利路亚 耶稣能够识会我 你 祂的心情 主 谢谢祢了解我们 耶稣能够 改变你的曾经 耶稣爱你 耶稣的你 耶稣能够 将一切都更新 我们说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的你 耶稣能够 将一切都更新 我们这一次我们来宣告好不好 耶稣爱你 耶稣的你 耶稣能够 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 将一切都更新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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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这耶稣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来敬拜祂 我们为第二次机会 神是第二次机会的神 祂给我们 再一次重新站起来 神是我们的感谢 赞美你 耶稣能够 照一切的 感谢 耶稣能够 体会你的心情 谢谢主 耶稣能够 改变你的曾经 耶稣爱你 耶稣疼你 耶稣能够 一个全新的你 谢谢你 祢可以而且祢愿意 改变我们的生命 祢哈利路亚 充满所有的荣耀贵给祢 奉主的名我们来祷告 我们上个礼拜的讯息 我们来学习第一点是什么 无论是怎么样的困难 我们要用宣告 我们要用赞美敬拜 Turn your worry into worship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好worry 我们有很多事情 我们已经没办法了 好不好 我们把我们的worry 改变变成敬拜 这是我们得胜的宣告 星星看见牛奶 与米之地 星星跟谁运出我主带领 摔开不寻 只宣告你的话语 在巨人眼前 得胜有得胜的宣告 再一次喔 星星是什么呢 星星看见牛奶 与米之地 他预备给我们的 星星跟谁运出我主带领 摔开不寻 只宣告你的话语 在巨人眼前 得胜有得胜的宣告 盼望能力 都因耶稣的名 平安 其乐 无人能够躲去 阿们 在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着眼睛 这是我的身体 宣告 好不好 弟兄姐妹 如果还没有站起来的 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拍手 一起来宣告 我们的信心 阿们 信心看见牛奶 与米之地 信心 跟谁运出我主带领 甩开不寻 只宣告你的话语 在巨人眼前 得胜有得胜 盼望能力 盼望能力 都因耶稣的名 平安 喜乐 无人能够躲去 在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着眼睛 你为我摆着眼睛 这是我的身体 神的宣告 好不好 弟兄姐妹 要得胜的身宣告 应许主父降临到 我要得胜的身宣告 荣耀恩典 更高 我要得胜的身呼喊 耶稣你为我争战 我要得胜的身呼喊 永久起发 尴尬 哈利路亚 我要高唱 哈利路亚 天天赞美 天天下 我要高唱 哈利路亚 我要唱 盼望能力 都因耶稣的名 平安 喜乐 无人能够躲去 在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着眼睛 这是我的身体宣告 这是我 这是我的身体宣告 最后一次 我们一起来宣告 这是我的身体宣告 我们一起呼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的得胜 主啊 不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得胜都是因为你在我们旁边 主啊祢在我们右边来帮助我们 我们的得生是因着祢的灵 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 我们的得生是因为祢的云柱活柱 带领我们的每一步 求祢继续继续的主 主啊在接下来这个半年 主啊我们知道 很多事情我们无法预测 可是每一次想起 想起 主啊祢的帮助的时候 想起 主啊祢的爱的时候 祢的温柔的时候 我们总能安心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 让透过这一首歌 我们表达出再一次 我们对祢的心靠 我们要常常想起祢的恩典 神静静地落的时候 想起祢的温柔 你那看不见的手 安慰我 风风风雨雨的天空 盼望看见彩虹 是祢恩典的承诺 华弟兄姐妹 我们再重来一次 祢的恩典的承诺 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有错, 神明在路有你陪我,眼睛几几又裸裸,好像潮起潮落,你的慈爱终碎不能淹没,阿们,主谢谢你。 天一只剩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 阿宝弟兄姐妹,我们来勾起我们的手,我们来敬拜他。 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 想起你,想起你,我的心不再有错,神明在路有你陪我。 每当想起你,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 想起你,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 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 想起你,想起你,我的心不再有错,神明在路有你陪我。 神明在路有你陪我。 神明在路有你陪我。 谁,宜太 km 松。 我们生命,无论是宽的路,窄的路, одар何我们赠慌 wird,我们也epビ a thy will. 我们常常�phere, loss our thoughts on that road customer. 让我们负遣一些方网的线万本当 knows our love customer. 我们的负爱比我们的生命更美好, 我们好享有所 。 我们的心,就要敞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可以听清楚 而且明白 等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听你的话语 谢谢你耶稣 求你来恩高你自己的仆人 恩高你的话语,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来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嗨,弟兄姐妹 平安,Shalom 再次很高兴地能够回到 你们的当中来分享 上帝的话语,我相信今天 上帝有话要对我们说 而上帝也要亲自的祝福 祂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 如果你已经预备好 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好不好 你跟我一样的闭上你的眼睛 我们一起把以下的时间交给 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我们是何等的欢喜快乐 能够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 来聆听你的话语 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 如同坚固的磐石 兼增加力量在我们的身上 好,让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刻 挑战的时刻,我们可以站在你的磐石上 永不动摇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求你按手在我们的身上 加添给我们鼠天的智慧 让我们在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充满鼠神的亮光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 是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信心的每一步 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感谢主 我不懂你们的心情如何 但是我是带着一个非常兴奋的心 和期待的心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为大家预备的这篇信息是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上帝有一个命定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要胜过这个世界的 我们是为赢而生在这个世界的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 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 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 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哇,这一段经文 我相信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的人 都非常清楚认识这段经文 耶稣对着门徒说什么呢 他说我将这个事,什么事呢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 告诉你们 换句话说 当我们的人生面对挑战 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太惊讶 我们不应该突然间被苦难击倒 因为这世上是什么 有苦难的 但是神说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 在我们面对全球的疫情袭击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时刻是我们更加需要在基督里 因为我有在基督里是有平安的 那绝对不是在家里 也绝对不是在教会里 而是在基督里 换句话说 即便你因为疫情而躲在家里 还是住在家里 你要明白你事实上是住在基督里 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然后神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放心 耶稣说你们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如果耶稣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那你绝对相信耶稣已经胜了世界 在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常常把世界和苦难放在一起 换句话说 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天 我们都会面对苦难 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年龄层 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会面对到不少的苦难挑战问题 因此呢 我们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知道他已经胜过了世界 因此我们也可以胜过了世界 耶和耶稣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 更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什么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换句话说 每一次我们是从耶稣的宝血里面 所重生的 我们就胜过了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亲爱弟兄姐妹 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你要知道是用我们的信心 是胜过这些挑战困难的 换句话说 你的信心是不能破产的 你要保守你的信心 胜过保守一切 接下来说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多少人在我们当中是相信 耶稣是神儿子的 好不好 像我摇摇手 Amen 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因着这个信 你就可以胜过了世界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 从一开始到结束 有一样东西 你一定要持守的 就是你的信心 因为我们是因信成义的人 Hallelujah 所以信心很重要 每一次当我们面对苦难 面对挑战 面对问题的时候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上帝透过苦难 问题挑战 来试验我们的信心 换句话说 他要我们的信心 不断的被熬炼 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坚固 让我们的信心可以面对问题的时候 可以站立得住 换句话说 苦难是为了考验信心 而是信心使我们 还是使你胜过了世界 你能胜过世界是因为你的信心 你能胜过苦难是因为你的信心 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一个蒙福的人生 但是你要知道蒙福的人生并不代表没有苦难 没有问题 没有疫情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耶稣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会面对苦难 然而你要知道 每一个苦难的背后 都是上帝有极大的祝福 要临到我们的身上 因为上帝一定要确定 在考验和苦难当中 我们这个人的容量可以被扩大 以至于我们可以承载神 更荣耀的祝福 在我们的生命中 Amen 所以非常的感谢主 我最近在查考月博记的时候 我看到月博这个人 我们常常每一次想到月博的时候 我们觉得 是一个受苦的仆人 月博所受的苦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没有人比他更苦 他是真的是极苦 你知道月博记很有趣的就是 月博在上帝的面前 是蒙上帝所喜悦的 因此上帝给月博这个人的评价 是非常高的 上帝怎么形容月博他的仆人呢 他说月博是完全正直 远离二世 敬畏神的人 哇 你知道上帝给月博的评价非常高 但是有一天呢 撒旦来到上帝的面前说 真的吗 月博的评价真的有那么高吗 所以好不好我们来玩一场的赌局 我们来赌一赌好不好 如果你的手离开月博的身上 你不再祝福他的话 是不是看月博会不会离弃你 会不会咒诅你 哇 这一场的赌局 的一个赌注是什么 就是月博对上帝这个人的信心 所以呢 上帝说好 我们就来赌嘛 所以第一场 月博记第一章的时候 上帝的赢许之下 撒旦的手下来的时候 把月博的儿女都拿掉 把月博所有的产月都毁的时候 可是很奇妙 就当月博经历这一切的时候 月博竟然没有咒诅神 也没有离弃神 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月博没有埋怨上帝 没有定罪上帝 没有觉得上帝为什么你离弃我 你知道吗 在这一场的战役当中 事实上真的是上帝跟撒旦所赌的 那个赌注 不只是月博对上帝的信心 月博对上帝的信任 而是月博 上帝对月博这个人的评价 真的月博是一个完全正直 远离二世 敬畏神的人吗 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 月博什么 经过考验 上帝说的是真的月博真的是这样子的人 但是撒旦不甘心 所以来到月博记第二章的时候 他们在第二次的赌局 这一次的赌局看似更加的严重了 为什么 因为撒旦的手一下来的时候 月博整身是长疮的 感觉好像在考古学家认为当时的月博 事实上是有了麻风病 麻风病是很难医的 当月博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连他的妻子都看不过去 就对月博说你咒诅你的神去死吧 可是很奇妙的月博也没有这么这样子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场的赌局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考验上帝对月博这个人的评价 是真实的吗 到底月博真的是配得有上帝给他的这样子的评价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次当我们面对苦难 面对挑战 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要知道上帝对你这个人的评价很重要 我们一辈子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是要按着上帝给我们的评价得奖赏的 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给我们的评价 这个世界上即便给我们很好的人给我们很好的评价 也未必他们给我们的评价是最好的奖赏 但是我们要看重的是上帝给我们这个人的评价 到底上帝说我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是照着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而得到了奖赏 就像保罗说 他知道这个地上有一个奖赏 因此他说我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基督他的标杆什么 直跑 因此我们看得很清楚 第一件事情这样子的苦难 看似越伯所经历的苦难 第一个挑战的是神对越伯的评价 第二 同时在苦难当中彰显 是否越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对价关系 什么是对价关系呢 对价关系就是神如果你祝福我 我就跟随你 如果你祝福我 我就顺服你 如果你祝福我 我就奉献给你 对价关系就是你爱我 我就爱你 这个叫对价关系 然而我们看得很清楚 越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个对价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漠视的现象当中 真正考验我们的是我们是否跟上帝是一个对价关系 上帝要祝福我们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赢的人生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 但是之所以我们蒙福前面会有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我们真正跟随耶稣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不能假神真败 我们也不能真神假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因此感谢主 当越伯胜过了苦难的时候 圣经说越伯得到的是什么 双倍的祝福 上帝把他的恩手倾倒蒙福 在越伯的身上 让越伯知道上帝从来没有离开他 当这一场的考验越伯胜过的时候 你就明白一件事情 越伯之所以可以胜过这一场的考验 是因为他知道苦难的背后有一个目的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上帝的祝福 我们知道以撒面对饥荒的时候 他要下到埃及去 但是神告诉他说 以撒不要下到埃及 因为以撒这样子的一个顺服 他就停在他所在的地方 那一年即便是饥荒 但是他撒种的时候 却有百倍的收成 我们看以撒的生命 我觉得以撒真的是一个蒙福的人生 我们看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 信心的人生 而以撒是一个什么 蒙福的人生 而亚更是一个成圣的人生 在不同人的身上都有一个极大的目的 所以换句话说 面对苦难的时候不可怕 最可怕的就是面对苦难的时候 不知道苦难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因此当我们有属灵的眼光 看见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有上帝一个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由疫情来为我们效力 换句话说 在疫情当中你可以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 更稳重的人 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 更好的人 Amen 如果你同意的话 好不好把荣耀归给耶稣 Amen 非常的感谢主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福音 我们每一次讲到福音的时候 我们知道福音是好消息 那事实上福音是有什么 有两个面向的 第一个面向是什么呢 耶稣的宝血让你经历越过的恩典 我们因为耶稣的宝血 我们越过了上帝对我们的愤怒 我们越过了上帝对我们终极的审判 这个是因为耶稣的宝血 换句话说 是耶稣的宝血让我们越过了某些事情 是我们不能什么 度过的 不能胜过的 例如说在主祷文里说的祷告里面说 主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是这个试探是我们不能遇见的 如果遇见了我们就会跌倒 因此是耶稣的宝血让我们什么 越过 有越过的恩典 所以在逾越节当中的时候 我们知道每一个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家的门楣上涂抹宝血 他们就越过了灭命天使的击杀 这个叫越过 这个是福音的一面 那福音的第二面是什么呢 因为耶稣的复活让你胜过世界的能力 因为耶稣的复活 如果耶稣可以胜过死亡 他复活了 那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什么 胜过 神的话语很清楚的对我们说 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的什么 更大 所以呢 换句话说是耶稣的复活 让我们什么 胜过 换句话说 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要么神让你越过 要么神让你胜过 面对苦难的时候 神知道你可以胜过的 祂不会让你越过 但是如果祂知道你不能胜过的 祂会让你越过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换句话说 无论是越过还是胜过 我们都是赢的 哈利路亚 所以为什么我主题放 为赢而生 所以你要知道两个面向 因为耶稣的宝血 我们可以越过 因为耶稣的复活 我们可以胜过 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的挑战 一些的水火 但是你要知道水火不能漫过我们的身体 在丹尼里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丹尼里有三个朋友 被尼布贾尼撒王丢到火炉里面 而在丢在火炉里面的时候 尼布贾尼撒王看到的不是三个人 是四个人 哇 意思说有神的天使 神的使者在里面 来救这三个丹尼里的朋友 换句话说 如果神没有要把你从火窑中救出来 那他已经决定什么 跳进去 跳进去帮助你 跳进去拯救你 所以不管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越过 还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胜过 你要知道 你的人生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苦难 所有的挑战 你都是赢的 有一天呢 有一个人来问 我们知道很有名的 就是牧师叫大卫包生 他是一个英国非常有名的牧师 几年前回天家了 有一个人来问他说 他说牧师 你看完整本的启示录 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当时呢 大卫包生牧师回应他说 当我看完启示录的时候 我的总结就是 耶稣赢了 耶稣赢了 第二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到来的时候 他打赢了这场仗 我们知道二者被捆绑了 有一个新天新地的来临 在启示录 第最后一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赢了 因此呢 凡因为耶稣而战胜的信徒们 也赢了 每一个得胜者都有奖赏 所以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知道 约翰写给启示录的教会 七间教会的时候 一直说 赢的人会有什么奖赏 换句话说 我们要明白 面对挑战 面对苦难 面对饥荒的时候 我们是赢的 哈利路亚 所以呢 我邀请大家 如果你知道神的话语 是立定在天 永不改变 如果神说你是赢的 不管你的感觉如何 不管你现在的环境如何 你相信这是上帝的话语 你也好不好 还长这样荣耀 给给耶稣 Amen Amen 感谢主 你看我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 句句带着能力 我们不只看到福音有两个面向 在圣经当中 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属性 也有两个面向 耶稣的属性 常常用两种的动物来比喻 第一个呢 就是羔羊 第二个呢 是狮子 我们知道耶稣是什么 被杀的羔羊 所以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说 看啊 神的羔羊 为了什么 为世人舍命 除去世人的什么 罪恶 所以耶稣的一方面 就是被杀的羔羊 这一个面向 另一个面向呢 耶稣的面向 就是犹大的狮子 我们看得很清楚 在耶稣三年半的服事当中 在最后的时候 他知道是他的时候到的时候 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进入到克西玛尼言的时候 是完全的顺服上帝的旨意 在克西玛尼言的时候 他的祷告 他说 父啊 如果可以的话 请挪去这杯 然而不照着我的意思 照着你的意思 换句话说 耶稣面对十字架 面对苦难 他是完全的 好像一只被杀的羔羊 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旨意 但是呢 有一天 当他进到圣殿的时候 去到他赴的圣殿的时候 他看到圣殿里面 竟然是一个买卖的场面 你知道当时 耶稣非常的生气 耶稣进去的时候就翻桌子 我们知道翻桌子都是流氓的行为 有没有 耶稣不是那么温顺吗 那么温和吗 可是当时耶稣翻桌子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我付的殿 必须是万民 祷告的殿 应该是敬拜的殿 在圣殿里面不应该有买卖的声音 应该要有祷告敬拜的声音 因此耶稣有一种的愤怒 所以当他翻桌子的时候 他的行为就如同犹大的狮子 毫无畏惧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面对苦难 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要知道 到底这个时候 上帝要你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犹大的狮子 还是一个被杀的羔羊 当你应该顺服的时候 你不应该成为犹大的狮子吼叫 当你应该征战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你不应该向被杀的羔羊沉默 不说一句话 耶稣星期五的时候 以沉默的羔羊 被杀的羔羊进坟墓 礼拜天的时候 他是以一只犹大的狮子出坟墓 他复活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面相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的属性 是有这样子的两个面相 换句话说 我们身为基督徒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什么时候做羔羊 什么时候做狮子 面对上帝的旨意 耶稣永远是那一个沉默不语的人 他说既然出于神的 我就沉默不语 但是呢 面对敌人 耶稣是咆哮如蕊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什么 犹大的狮子 懂得吼叫 他会咆哮 他会吼叫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看的什么 绝对 清楚 明白 以至于我们知道 在不同的情况里面 我们懂得扮演 不同的角色 Amen 感谢主 所以因此呢 多少人在我们当中 今天 当你在聆听信息的时候 你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是应该得胜的 你应该是赢的 但是你却发现到 在这个环境当中 你胆怯了 你恐惧了 有些人因为疫情害怕了 的确真的有些人 在疫情当中的时候 你会有损失 甚至你的工作耽误了 你家庭的收入影响了 甚至你的健康 也受到挑战的时候 但是我要鼓励你 这时刻在最艰难的时刻 你要明白 是你要兴起祷告的时刻 兴起敬拜的时刻 兴起征战的时刻 不要像羔羊沉默 不说一句话 然后被敌人打败 被环境打败 You need to arise and shine 你应该要兴起发光 如果你不起来征战 久而久之 你会成为怎样的狮子呢 就如同在动物园的狮子 动物园的狮子 住久了动物园 它慢慢会失去了 抢夺食物的劣性 为什么呢 动物园的狮子是被人喂养的 被人拿食物来喂养它的 它已经慢慢失去了 争战 抢夺食物的劣性 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问你 你是动物园的狮子 还是森林中的狮子 因此我们来看三个处境 偷走狮子的吼叫 换句话说 我们面对三个处境 很容易的偷走了我们里面的力量 我们里面征战 祷告 敬拜的能力 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三个处境 第一个呢 就是暴风雨 第二个呢 就是一根刺 第三个呢 就是十字架 我们先来看暴风雨 我们来看上帝的话语 马太福音第八章 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 一二三 耶稣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海里突然起了风暴 甚至船被风浪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主啊 救我们 我们上命了 耶稣说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呢 疑似起来 斥着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众人稀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很有趣 这段经文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上了船 门徒也跟着他 换句话说 门徒面临的暴风雨的原因 是他们跟耶稣上船 意思说跟随耶稣 会不会有困难 跟随耶稣会不会面临暴风雨 yes 在这场的暴风雨当中呢 就是他们快要上命了 在这场暴风雨快要上命的时候 耶稣没有主动出来救他们 他们害怕到一个程度 却发现到 他们要呼喊耶稣 耶稣才出现 耶稣同样在船上 但是当耶稣看到门徒 面对暴风雨的时候 耶稣其实是期待 门徒们可以使用耶稣给他们的权柄 斥责风浪 让这些风和海完全的平息 但是这些门徒 依靠耶稣他们不会使用权柄 所以他们只喊 救命啊耶稣救我啊 耶稣起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不是斥责风浪叫风浪平息 反而是斥责门徒的什么 小信 换句话说耶稣刻意带领 门徒经历这一场的暴风雨 是要训练门徒的信心 训练门徒的使用权柄 但是门徒好像是在这一场的训练当中 什么不及格了 亲爱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 人生面对的暴风雨 神有一个背后的目的 就是要训练我们的信心 要考验我们的信心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人生里面所有的考验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的信心从一开始到结束 都需要不断的被训练 Amen 所以信心非常的重要 人生会有暴风雨 而反而很多时候 我们所面对的暴风雨 往往就是因为我们顺服神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我记得一月八号的时候 我父亲开始有一些的不舒服 那我人住在吉隆坡 我一般的家庭的人是住在新加坡 所以我们是三弟 我们全家人是三个地方隔开 父亲在槟城 我在吉隆坡 我姐我弟在吉隆坡 然后我妈我妹在新加坡 所以呢 在吉隆坡下去槟城 大概开车要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一月八号的时候 我父亲有点不舒服 所以呢 他住在安老院 所以他要求安老院的人 就是有救上车把他送去医院 所以送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父亲其实常年有一点的糖尿病 所以他的脚有一点的伤口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感染 所以有一点发烧送进去 那当时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COVID已经开始越来越严重了 一月份的时候 所以送进去一月十号 就是两天过后 在记得那天是星期日 就是主日过后傍晚 七点的时候 我姐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 她说你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你知道当下我们傻眼耶 因为我父亲在两天前还好好的 只是人稍微有不舒服 进医院而已 怎么可能去世呢 所以呢 当时是护士打来 那我姐就问 为什么去世 几时去世 但是护士不敢讲 她说我叫医生再打来 所以五分钟过后 医院的医生打电话来的时候 她说你父亲在五点多 就是一个小时半前去世了 我们整个人就觉得不能接受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的父亲还没有严重到这样子回天家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赶回去冰城 当我们一到冰城去到医院的时候 要领他的大体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父亲被放在 那个COVID ward 就是每一个病人 就是有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放进去的那一栋楼 我父亲竟然被安排进到那一栋楼 所以那个人就告诉我们说 他说这是你父亲的遗物 你不可以打开 如果你的父亲是死于确诊 性型冠状病毒的话 这个遗物里面就可能会有 他的病毒和细菌 所以你们必须等 如果你父亲真的死于COVID 的话你们不能见他最后一眼 他的大体马上要火化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你们就可以把他的大体领出来 然后为他做追尸礼拜 你知道当时的那几个小时 我们在等消息的时候 是我们非常焦虑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已经不能看到他最后一眼 已经不能跟他说Goodbye 这是一个非常伤痛的时刻 所以我们只好祷告 但是感谢主 两个小时过后 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不是 就是我的父亲不是死于新型冠状病毒 而是死于细菌感染 那我们很相信的 我们就大概的知道 是因为我父亲是被误诊 因为当时整个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 已经非常的紧凑 所以他们是无法 我父亲一送进去 他们无法去真的照顾他 所以我父亲被细菌感染到他的肺 所以他死于细菌感染 在这样涂来的暴风雨当中 你知道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也相信在这个疫情当中 有一些人的家人也面对了 这一场的暴风雨 你也无法送你所爱的人最后一场 甚至你可以听到你亲戚朋友 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方也缺诊了 亲爱弟兄姐妹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面对暴风雨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刻 但是每一次面对暴风雨的时候 敌人想借由暴风雨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暴风雨的目的 所以就是敌人想借由短暂不方便的环境 让你做出冲动的行为 做出冲动的行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遇到暴风雨的时候 我们很想马上的离开这个暴风圈 有没有 我们马上要离开 当我们马上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一些的决定 做一些的选择 但是往往 在越想要离开暴风圈的时刻 我们的生命的挑战 就会做出了什么 冲动的决定 亲爱弟兄姐妹 不要在你人生面对苦难挑战的时候 做出重要的决定 因为往往重要的决定 这时刻我们所做的决定 不会是最好的决定 往往是什么 冲动的决定 所以你看到门徒其实是非常冲动的 遇到暴风雨的时候 他们没有多以思考说 面对暴风雨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只好直接的呼喊耶稣说 耶稣啊救我们 因此他们错失了操练信心的机会 但是神有恩典 耶稣有恩典 耶稣起来 斥着风和浪平息了 因为耶稣知道这时刻的门徒 他们是无法胜过 所以耶稣让他们什么 越过 换句话说什么 耶稣总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面对暴风雨的时候 如果那一个暴风雨是我们不能胜过的 耶稣会给我们恩典越过 为什么 因为上帝总是可以让暴风雨 为我们的生命效率 换句话说 虽然撒旦的目的 借由暴风雨呢 是让我们做出冲动的行为 但是呢 耶稣可以借由暴风雨的目的 上帝可以利用生命的暴风雨 来导正我们航向正确的方向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 顺服 是蒙福 蒙福是一个结果 顺服是一个开头 但是中间有一个东西叫 不舒服 我们面对生命的一个暴风雨的时候 我们会不舒服 那什么时候会不舒服 越是我们越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越不舒服 我们看到是门徒顺服神 顺服耶稣 反而面对到暴风雨 我们看到每一次看到越纳的时候 我们讲越纳活该 之所以她被吞到鲸鱼的肚子里面 因为她不顺服上帝的呼召 不顺服上帝的任务 所以她被吞在鲸鱼的肚子里活该 但是我们看到门徒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这样 Yes 我要告诉你 我们越跟随耶稣的人 往往我们越会面对到暴风雨 往往我们面对到挑战和苦难 但是我们不要怕 上帝绝对可以透过暴风雨来导航 导正我们的脚步 让我们可以航向正确的方向 Amen 这个是上帝的伟大 哈利路亚 我们再次把荣耀背给耶稣 第二个 一根刺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胜大 就过于至高 所以有一根刺夹在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至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神加给他的是什么 是撒旦的差异攻击他的 攻击他有一个目的 就是免得保罗过于什么 至高 过于至高 就是不要让他太骄傲 所以这根刺放在 撒旦把这根刺放在保罗的背后 是让保罗谦卑 哇你说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奇妙之处 如果你好好看神经 你会发现到 撒旦常常为神工作 撒旦常常为神做门徒训练 有没有 这一根刺撒旦放在保罗的背后 让保罗不会骄傲 就好像彼得 彼得被撒旦塞 好让彼得被塞过后 可以怎么回转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 哇 我常常看到这样子的经文 我觉得好可爱 真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攻击我们 若不是神的允许 连撒旦都不能允许 因为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他的人得益处 我们知道这一根刺是什么 是从撒旦来的 是一个内在的考验 如果暴风雨是一个外在的考验 那一根刺就是内在的考验 这根刺不会杀害保罗 但是会刺痛保罗 如果暴风雨是让你不方便 那一根刺就是让你不舒服 那一根刺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敌人想刺痛你到一个程度 使你放弃神给你的任务 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呼召 有任务 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师徒 他人生里面有一个上帝荣耀的呼召 如果没有他 新约就没有13本这么重要的书 所以这根刺要刺痛保罗 让保罗放弃上帝给他的任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我们的任务 我记得呢在去年的时候10月份 我的身体开始发现很严重的失诊 就出现很严重的失诊 不过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吗 我的手还有一些的痕迹 那为什么会有失诊呢 因为其实长期我在不断的travel的时候 我的身体有一个长期在travel的时候 我身体缺乏一个叫B型肝炎的抗体 所以每一次我去身体检查 就告诉我我身体没有B型肝炎的抗体 那因为COVID的缘故 我不能去travel 我不能去旅行服饰 旅游服饰 那我心里面想好 那我就去打这个疫苗 所以10月份的时候 我就去打了第一个疫苗 因为这个疫苗总共要打两剂 第一剂打完一个月过后再打第二剂 我去打了这个疫苗的一个星期过后的时候 我的全身 尤其是我的手和我的腿 就开始的发现极大的一个失诊 严重的失诊 然后我们知道失诊最痛苦的是什么 就是痒啊 你知道好刚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是一直抓痒 因为怎么抓都不能止痒 你懂吗 那我去看医生 医生就给我泪固醇 就告诉我说你要查泪固醇 那我呢是一个不想查泪固醇的人 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查泪固醇不好的话 我以后呢不只要查泪固醇 我还要吃泪固醇 有没有 不只要吃泪固醇 更严重的时候 就是要打泪固醇 所以我心想说既然COVID 我就可以好好的调养我的身体 我就祷告 我就跟上帝说 我说上帝我不想吃医生的药 那我该怎么做 神就告诉我 他说 神就告诉我 选择更难的方式 因为更难的方式 会是更好的方式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就决定了 就是不看医生 然后我开始调整 我的健康的饮食 我调整我的生活习惯 那在调整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要花我的心思在调整的话 我就可能在服饰上需要停止 那当时呢 虽然服饰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些服饰 我就正在考虑说 是不是要亏掉我的服饰 在一个星期过后 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 突然间有意识到 即便我有失诊 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应该的 但是没有想到 我身体会有这么大的副作用 和反应的时候 我就有意识到 我知道撒旦要借由我这个失诊 就是让我放弃神给我的任务 我很快有意识到 我说好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面对失诊的时候 如果神没有让我越过 那神一定要让我什么 胜过了 所以因此我决定了 我不放弃我任何的一个服饰 我继续的坚持下去 就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 一面的调整我的饮食 一面的服饰 那你也知道 最好的 最好的益处就是 我把整个身体瘦下来 当时我一个月就瘦了四公斤 你懂吗 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 我去做身体检查 再一次去做检查的时候 天啊 我出来的检查报告 是我有史以来最漂亮的 与我这样子的年龄 和我这样子的身材 我没有三高 没有胆固醇高 没有血压高 也没有血糖高 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我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神对我说的 就是选择最难的方式 因为最难的方式 是最好的方式 即便现在还是有一些 失诊的状况 但是每一天 我告诉我自己 外面看得到的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里面的身体 有没有越来越健康 亲爱弟兄姐妹 也许你正在面对一根刺 是一个内在的考验 但是我要告诉你 神的话语 告诉我们说什么 恩典够用 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 不是每一次我们都要越过的 但是有上帝的恩典 我们就能胜过 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英文有一句话 他说 No pain No gain 没有痛苦的话 是没有收获的 很多的收获 都是因为痛苦 所得着的 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不要让痛苦 不要让一根刺 不要让暴风雨 偷走你这一个狮子的吼叫 你的鼠邻里面的力量 哈利路亚 Amen 很快的第三点 就是十字架 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语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们知道十字架就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也是一种的考验 不是吗 十字架是什么 要天天背起来的 如果我们知道暴风雨是可以越过的 一根刺是要胜过的 那十字架是要什么 要背起来的 是天天背起谁的十字架 我们的十字架 不是耶稣的十字架 是我们的十字架 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一个流血的地方 每一次当我们去遵守 遵从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内心会淌血 我们有一些需要舍己的 我们有一些需要调整的 十字架是荣耀的 但同样的十字架是什么 就是一个要付出 要牺牲的地方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荆棘的冠冕 就没有荣耀的冠冕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我们要跟随主 我们要什么 舍己 我们也知道服侍神也不容易 尤其是今天当你在听信息的 你在教会服侍很多年的同工 你知道 服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服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摩擦 有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合 在这个服侍过程当中 你知道很奇妙的就是 你成为更好的人了 在服侍当中会不会受伤 会 会不会有委屈 会 但是感谢主 每一个有委屈受伤的同工 就代表你真的是在服侍主 Hallelujah 你看过吗 没有一个求援 是没有伤疤的 你知道什么人才没有伤疤吗 就是板凳求援才没有伤疤 就是坐在那一边板凳 后补求援可能没有伤疤 那一个完全下场打球的人 他们都有伤疤 但是他们的伤疤是他们荣耀的什么 记号 耶稣也有伤疤 十字架留下了耶稣的伤疤 钉横的手 刺透的肋旁 因此耶稣给多玛看 他说多玛你看 我的手被刺破 我的肋旁被刺痛 所以给多玛看到 每一个人要跟随耶稣 是会被什么 被刺痛的 跟随耶稣会被刺伤的 然而我们知道十字架 永远是我们的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鼓励你 当你在疫情 当你面对考验的时候 你知道上帝给你的命定 是一个bless life 是一个蒙福的人生 但是却在过程 现在这个过程 你觉得很辛苦 你觉得很不容易 可能你所爱的人跟我一样 在暴风雨里面 就是这一波疫情里面 失去了你所爱的人 你甚至连最后一眼 都没有机会看到他们 你心里面非常的疼痛 你知道正有一根刺 我不懂那根刺 可能是你经济的压力 那一根刺 也许是你的疾病 跟我一样 也许那一根刺 是你在关系里面的失望 我要鼓励你 让今天神的能力 由大师子的能力 护必着你 也许你是十字架 你因为跟从耶稣 你顺服耶稣的旨意 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哥哥他 一步一步的走向克星马宁言 但是我要告诉你 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 我最后的时候要用一个 我的见证做结束 在2014年的时候 我的家庭发生了一件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到一个程度 其实那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心里面非常的伤痛 我信主很多年 我都知道神非常的爱我 其实慢慢跟随属的时候 我觉得上帝对我的爱 非常的真实 却在2014年的时候 因为家庭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很感受到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是上帝离弃了我 你知道突然间我觉得 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 然后在过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我快要睡觉的时候 就在我的眼角 我突然看见撒旦站在那一边 对着我 你知道就是那种很邪恶的笑 就是那种很诡异的笑 然后告诉我说 孩子你失败了 你已经 You are defeated 你被打败了 我赢了 你输了 这从那天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恐惧进到我的心 然后有一种的 很沮丧的灵进到我的心 我就跟上帝说 我说从今天开始 我可以祷告 我可以读经 我可以听信息 但我不想再征战了 我觉得我征战了这么多年 到最后还不是事情发生吗 这种整整的一年当中 2014年 我非常的沮丧 我就是只有读经 祷告 我继续讲道 继续服事 但是我知道我里面被受挫 我里面好像是一个被打败的 就是一个漏气的气球 完全没有灵力在里面 不想再有任何的征战性的祷告 不想再夺回 我觉得说我不要 我不要再往这一个方向走了 一直到有一天晚上 当我在安静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 他说孩子 你还记得我给你的名字吗 我的英文名叫Eunice 中文名叫Eunice Eunice就是提摩太妈妈的名字 Eunice Eunice的意思就是得胜中的喜乐 神就告诉我 他说孩子 如果你不去征战 你怎么可能得胜呢 如果你不得胜 怎么可能说你有喜乐呢 换句话说 我的喜乐必须从什么 征战得胜中所得来的 我突然间就觉得 上帝打开了我的灵眼 让我看见 如果我这一生 上帝呼召我是一个fighter 然后我就要成为一个fighter 我就知道我本来就是一个犹大的狮子 面对挑战 我不应该成为沉默的羔羊 不说一句话 我不应该被敌人打败 不应该被问题 被困难打败 我知道了 有一个fighting spirit 充满我的心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的时候 我就知道 当上帝隔年 2015年 呼召我做自由传道的时候 I'm ready I'm ready to fight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教会我是安全的 在教会我是舒服的 但身为一个自由传道 我单打独斗 你懂吗 这六年当中 是我一个人拿着行李箱 往不同的国家服侍 往一些我陌生又熟悉的国家服侍 我知道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我里面有一个 有大狮子的吼叫在我的里面 I know I need to fight 不是因为靠我个人的力量 是靠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我可以胜过 所以这六年做自由传道的过程当中 我知道一件事 你知道吗 就是我是森林的狮子 我可以抢夺猎物 因为我不是在动物园的狮子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面对挑战 面对苦难 面对疫情 面对种种的问题 请问 你是否是一只犹大的狮子 你是否是一只在森林中 可以抢夺猎物的狮子 还是你是一个已经在动物园 已经习惯 不会征战 然后犯来 张口 你知道吗 前来伸手 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吗 我要祷告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 无论是暴风雨 无论是一根刺 无论是十字架 你都知道 你都是赢的 哈利路亚 我要祷告今天神的恩典 降在我们大家的身上 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不止是可以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还说主 当我们胜过的时候 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 是一个充满着上帝的恩典的人生 以撒也在苦难当中 在饥荒当中 他也胜过 以至于那一年 他有百倍的收成 所以我要祷告 从今天开始 我要求上帝的灵鼓励你 我要求上帝的能力护辟你 不要被暴风雨打败 不要被一根刺打败 不要被外在的暴风雨 内在的一根刺 还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的十字架打败 好不好 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 哈利路亚 亲爱的耶稣 孩子要感谢你 谢谢你 孩子在讲道的过程当中 真实能感受到你的荣耀的同在 与我们同在 当孩子闭上眼睛的时候 孩子相信在聆听这个话语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当中 也有些人是沮丧的 有些人正在正在面对着一种的伤痛 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苦难挑战压力 然后让他们很多时候灵里面是不快乐的 心里面是不舒服的 然而孩子求你今天降下你属天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 主让他们可以看见福音是有两个面向的 他们可以透过耶稣你的宝血越过 透过耶稣你的复活胜过 无论是越过 无论是胜过 我们都是赢的 我们是为赢而生 我们是得胜者 还是求你今天 降下你荣耀的大能 护必他们 让他们经历主 在面对暴风雨的时候 主你可以停息风浪 在面对一根刺的时候 你对我们说恩典够用 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知道没有荆棘的冠冕 就没有荣耀的冠冕 然后主我们有极荣耀的盼望 我们知道基督徒虽然有苦难 但是盼望是基督徒最独特的记号 所以主我们求你 称出你的恩手 祝福弟兄姐妹 孩子也要祝福弟兄姐妹 让今天有耳的应当听 今天有耳的他们的信心 因为你的话语得坚固 主耶稣孩子 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 谢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得自由 主我们谢谢你 祝福我们继续的保守我们 用你的保血遮盖我们 让我们十分的平安 十分的健康 在基督里 主我们谢谢你 将所有的荣耀权柄掌声 都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给主耶稣热力的掌声 Amen Amen Hallelujah 愿神加倍的祝福你们 愿神兼顾你们的信心 一直到我们可以见面的日子 Amen 神祝福你们 拜拜 Hallelujah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有得招吗 Yes Amen 如果你有得招 先给神一个最大的掌声 好吗 Hallelujah 真的非常谢谢 朱雪林牧师 这么棒的信息 真的很棒的主题 Born to Win 我们要为有一个得胜的人生 虽然真的我们人生中 可能都像雪林牧师有这样的 可能我们有经历一些暴风雨 或是我们的生命 可能好像有一根刺 好像一直还在 有时候会搅扰我们的生命 甚至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来背主的十字架 但是主耶稣应许 我们也有一个得胜的生命 而且这个得胜是跟主一起得胜 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得胜 所以感谢主 再次谢谢雪林牧师 还有神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语 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 在祂的里面燃起新鲜的盼望 新鲜的力量 阿们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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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把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奉献 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 主要我们再次感谢赞美祢 谢谢祢 祢应许我们 虽然人生中会有苦难 但是祢叫我们放心 祢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而且祢不只是胜了这个世界 祢要祢的儿女跟你一同得胜 阿们 有得胜的生命 主要还是奉耶稣的名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 经历这样的得胜 也祝福每位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所摆上的金钱奉献 能够来荣耀祢 能够来使更多人经历到这个得胜 谢谢祢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感谢赞美祖 我们也继续为初学林牧师来祷告 他们在马来西亚的疫情 最近也是比较严重 我们继续祷告也求神看顾他 还有他常常在很多地方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分享信息 我们愿上帝大大祝福他的生命 跟每一次的信息 阿们 感谢赞美祖 那下个礼拜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八月份了 那刚好以这个教会的安排 我会在八月一号 这个第一个礼拜天 来带领主日的双语圣餐的礼拜 OK所以照例 我们那个礼拜六 七月三十一号 我们就没有巴佛华语礼拜的录影 所以我们请巴佛的弟兄姐妹 我们全部一起来参加八月一号 那我们请大家也预备好圣餐 那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 来纪念主的爱 阿们吗 阿们 那当然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很重要 所以我们虽然礼拜六没有录影 我们礼拜六的聚会 还是会有五点的八幅的线上华语祷告会 我们一起继续为每一次的崇拜 为印尼 为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们 那接下来 我要分享一下 在下一个礼拜 就是八月八号我们在台湾是过八八节 是过父亲节 所以当天我们的荣巴牧师 会也是会分享印尼文的信息 然后阿尼牧师会来翻译 所以我们那个礼拜 巴佛弟兄姐妹也是一起参加主日的 父亲节双语崇拜 但是呢 前一天 这个礼拜六八月七号的五点钟 就是有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巴佛大家具 所以鼓励所有我们五个小组的弟兄姐妹 甚至是邀请新朋友 我们一起在线上聚集 我们一起玩游戏 唱诗歌 我们彼此分享 一起彼此带导 阿们 所以期待 接下来新的这个八月份 有新鲜的恩典 有新鲜的恩膏 阿们 好 好 我感谢主 鼓励大家 我们继续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那今天也是七月 我们最后一次八佛话语礼拜的录影 所以好不好 很久没有唱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最后 我们大家请大家站起来好吗 如果可以的话 旁边有人 你彼此祝福 我们用这首歌 我们一起来赞美神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华他地点光照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华他地点光照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跟旁边有人说 下礼拜六千 下礼拜天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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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主啊 我们再次感谢阳望祢 主啊 如同我们刚唱的这首歌 愿耶和华赐福给祢 光照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 祢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 主啊 祢是赐我们平安的神 主啊 谢谢祢 使我们得胜 使我们有平安 使我们有喜乐 让我们弟兄姐妹 在这个七月的最后 我们完全地得到这样的祝福 祝福我们当中如果有新朋友 或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 能够抓到这个祝福 得到永恒的福乐 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妹 哈利路呀 我们感谢主 一样我们用八福宣言 来结束今天的聚会 跟着我们一起有力的宣告 一 二 三 蒙主赐福 成为祝福 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 下礼拜日见